请 请颁奖 高雄区371位慈祭新雅奖学金得主 今天在高雄敬司堂接受颁奖 我们从很多的受奖的个案里面看到 可能是单亲的家庭 可能家庭遭逢变故 可是他没有因为这样而遭受打击 奖励给他一个肯定 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成为一个善的种子 正面的力量 其中有连续八年获奖 几乎是从国小到大学 子继之工一路相陪 明明就是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他们也会像家人一样对待着我 然后我有什么需求 或有什么困难他们都会帮助我 之后会是回馈社会 让他们觉得说在这个世间不孤单 有人在陪他们 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不要气雷 活动最后这群受助学生也响应送爱到国际 愿把志工给予的爱再传出去 大爱新闻学员员立伟高雄报导 大爱新闻学员的高雄报导